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 我是梁思雲 今天和大家看看港島區的發展 我在我身邊有南區區議員陳嘉佩小姐 另外還有我們太古城東的社區發展主任 郭浩景博士 或者我和嘉佩談談 嘉佩在海宜半島做區議員 在海宜半島你以前也在那裡居住 但當時還是女生 入了海宜半島拍拖 結婚 現在有兩個小朋友 風水很好 很好 非常黃定 但不太黃我財 在海宜半島我們經常覺得環境很優美 又看著海 有很多綠化設施 想看海宜半島這個環境 其實當初我選擇海宜半島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很喜歡它的360度全海景 因為其實我們整個屋苑外面都被海水圍著 然後在海邊有一條很舒服的海濱長堤 那條海濱長堤有很多樹木 花花草草 非常鹿油油 所以會是一個很家庭的感覺 因為大人小孩 老人家 每個人都很喜歡在那裡做自己的事 做運動 玩 所以當時我都在港島比較少 這些大屋苑的地方 你剛才提到有一條很美的海濱長堤 但之前山竹事件或是打風落雨會否有影響 是有影響的 尤其是山竹之後 其實天甲時都已經破壞了我們長堤的地面 但是隔年山竹更厲害 簡直連我們的海岸的防波堤 也有條裂痕 所以現在我其中一個非常關注的問題 就是現在就說山竹 10號超強颱風 你不知下一年會否有一個超超強颱風 你下一次再比今次更加嚴重的時候 其實那個復收工程是可以是天文數字 那怎麼辦 其實這個防波堤 是否應該政府要好好處理 這個問題就是 在幾十年前 當政府批地出來的時候 整個位置其實是劃了出來 是那個私人業主管 現在我們這些小業主負責要付錢去管理 但是當時那個天氣沒有那麼差 但是現在幾十年後 現在好像越來越糟糕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必要政府去檢討一下 是否可以提供多一點支援給我們 因為你說到這些是基建設施 不是建樓那麼簡單 如果要我們小業主去分擔整個防波堤 我想也是天文數字 是的 有擔憂的 我們這些小業主 我覺得這件事挺麻煩 這件事 這個會是 是的 因為你也知道 要政府改變一些政策 不是容易 你現在還要他可能承擔多一些 已經批了出去的責任 我覺得雖然是困難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我們小業主的權益 希望可以爭取一下 好 我又跟浩景博士 我平時叫你去Kelvin 浩景 你就是住在太古城 是 沒錯 太古城也是一個第二個 我們在港道區 有一個很大型 很好住在中產的一個屋苑 我經常去那個地方吃東西 你怎樣看太古城的環境 其實當初我自己 我也是近年才搬進去的 之前經常跟太太去那裏 星期六日去消遣 吃飯 其實我們兩個都挺喜歡 我覺得很適合我們這些青年夫婦 之後就在那裏置業 沒多久小朋友出生 現在我兒子也一歲半 又是黃丁 沒錯 其實挺開心的 本身那個區隔壁有質魚沖公園 那裏都有些小朋友的設施 也有太古城中心 久不久也有一些 例如LEGO 近期有些小朋友的 關於從書本有關的活動 很適合小朋友的家庭居住 剛才你提到質魚沖公園 我自己經常去質魚沖公園 會否有些設施 其實質魚沖公園也起了很久 有沒有一些設施需要提升 或者你覺得 你現在帶到小朋友去 有甚麼不足呢 你會覺得 其實也有幾樣東西 其中一樣就是洗手間 現在的洗手間 也在一個挺偏遠的地方 如果在一些小朋友設施的地方 可能要走10分鐘才去到最近的地方 小朋友忍不住 其實有街坊有投訴 在這方面 所以一直都有爭取想可以興建多一個洗手間 除此之外 其實當然 不是只有小朋友用這個質魚沖公園 也有其他不同的使用者 特別是年紀大 那些 他們也會特別有些 例如 那些踩單車的機 只有一部 在最多的太極公園範圍裡 他們都希望可以 整天都排隊 他們希望可以整多一兩步 其實質魚沖公園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也是 除了太古城 我想整個東區 沙基灣的街坊 都很喜歡質魚沖公園玩 但我沒有想過 裡面只有這一部 單車健身的設施 還要排隊都很匪夷所思 其實他擺多一部很容易 其實也不止一部 不過在別的地方 但在那個地方其實都很… 其實他容易擺多一部 是嗎 都可以 我覺得絕對有這樣的空間 是 那政府當時的規劃會否有問題 這個不如這樣說 其實人是會變的 是嗎 其實我覺得應該有些機制 令到設施能夠與時並進 明白 還有一件事 我值一提提 因為太古城 都是一個多元化的社區 裡面都住了不少其他國家來的人 特別多的會是印度人和韓國人 印度人 例如有些印度人跟我說 他們都知道他們國家最喜歡玩 木球那些 他們有時都是想在公園裡 拿一個網球當作是 扔球 但又被管理員叫停 這個問題我也有研究過 其實我們有遊樂場條例 說明公園裡的範圍 只是為甚麼用 你是不能做外出目的事 是 變成其實 是否有時都 很無奈 是的 我覺得在政府的政策上 我經常都說 能否貼近民意 貼近市民的需要 我又或者問一下 嘉佩 在我們可疑半島裡 一定有很多康諾設施 你又怎樣看可疑半島裡的設施 能否符合市民或街坊的需要 跟剛才凱凡說的問題 我想全香港的公園都有這個問題 香港是有了這個公園 但公園裡有很多限制 不讓小朋友踩單車 不讓小朋友踢球 不讓小朋友放風箏 其實我們香港小朋友 比起外國的小朋友 其實我們的戶外空間已經少很多 家裡空間也少 出街的公園也少 限制也多 對 限制也多 其實我們現在都 小朋友更小 可能睡幾 剛剛才走很久 但是 其實我覺得 給他們有足夠的 玩樂的空間和設施 其實對他們的健康成長很重要 是 無論是甚麼年紀的小朋友 都喜歡玩 尤其是香港讀書壓力這麼大 所以 康諾設施 其實在香港 都做得不太好 海宜 其實我們樓下的公園 相對比其他屋苑 其實都有 但是始終那些設施 可能是比較老化一點 還有一些室內的遊戲室 也會太小 其實我們 因為都住了9812戶人 都挺多人 整個海宜半島有三萬多人口 如果是三萬多人口 如果十分一是小朋友 也有很多小朋友 所以 我覺得 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剛才我們提到小朋友 另外一個 我們需要關注的群體 可能是一些弱勢社群 例如老人家 長者 甚至是一些行動不便的人 你可疑的設施 會否有一個配套 可以 其實現在 大概二十多年 未到三十年 其實二十多年前 在九十年代 他們建立這個屋苑的時候 的確沒有想得那麼透徹 有很多地方 無障礙通道的規劃是比較差的 所以有很多我們 現在都看著有些地方 其實如果是可以把樓梯變成斜台 是可以方便出入很多 以我們的中心點 我們整個屋苑 有一個中心點的大公園 以大公園為例 其實 居民用了二十多年 都是要繞一個大框 如果有推車 推BB車 或者推輪椅 繞一個大框 才能進去 又或者它可以逐級 逐級樓梯 慢慢推下去 所以用了二十多年 都是這一兩年 才只剩下一條大的樓梯在門口 所以無障礙通道的環境 仍然是差一點 有否街坊和你反映 它很需要的是一些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是一些很卑微的需要 我只是想要一條斜路 其實很卑微 是啊 其實很卑微 尤其是我們兩年多前 剛剛南港都線 東段開通了 其實我們屋苑有四期 我們其中有一期 就是上了少許 他們如果要下來搭地鐵 就一定要走那幾十級樓梯 才能搭到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政府其實有一個 人人倡道通行的計劃 但是它就不會包含私家的路段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很尷尬 因為下半段的地方 是公家路 是政府路 上半段的橋是私家路 所以政府那時候 就肯做下半段 對 看完之後就說 不行啊 我們鐵駛駛到上去 不是公家路 那就 就沒有了 那筆錢就沒有了 街坊又覺得匪夷所思 政府為何做一些又不做一些 而往往是一些政策上高 或者是一些制度上高僵化 你有沒有想過突破 其實政府我覺得 我知道是有這個規矩 公家路還公家路 私家路還私家路 但是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可以人性化去處理 人性化說得很好 我相信太古城其實也有很多這些尷尬位 一半工一半私 如果政府肯 你不要說全部你揹了票 你給回一些資助我們的業主 其實大家一人走一步 就可以完成那件事 起升降機器 沒理由起一段 只有一段 沒理由自己用另一部升降機器 其實也做不到升降機槽 也解決不了 是的 又問浩景姐 你那邊會不會又遇到一些 關於無障礙通道的問題 絕對有 我們的屋苑 還比可以早十幾年 落成 以我自己動樓為例 其實如果我要走 一出大堂 走上最近的路 至少都要走七、八級樓梯 七、八級樓梯 對於大家是一個健全的人 其實覺得 都沒有所謂 七、八級樓梯 是不是 但你有沒有見過一些 其實可能他本身已經是 走到不便 七、八級樓梯 對他來說是很困難 我也可以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我以前 其實住在我同一棟大廈 其實曾經也有個長期病患的人士 他一定要坐輪椅才能出入 其實每一天 其實他家裡的姐姐都會推著輪椅 但他推著輪椅 其實一出大門 其實旁邊有一個類似天井位 那樣的 就不用走樓梯 那裏 就推在天井位那裏 繞圈 叫做曬太陽 但你見到他其實很慘 因為他離不開那個地方 因為他離開那個地方 就要走樓梯 當然有時候 必要是 都要上樓梯去第二處 那樣 那姐姐又會推在樓梯下面 下面就讓別人幫忙 也曾經有一次 我久不久都 當然見到我都會幫他忙 有一次也有街坊見到我幫忙 那之後街坊就讓我跟我說 他都出於好意 他就說 你也要小心點 你下次幫他忙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 他整跌低這位街坊 如果他追究起責任 那你可能自己會 你好心幫他 但你最後受到一些法律性 我聽完很深地說 我只是 出自好心去幫人 不是 我幫忙也要想那麼多 這位街坊也是一個很友善的 但我覺得後面的深層次 就是 七、八級樓梯 大家現在幻想一下 只有幾級樓梯的時候 我們也抱過 但原來對於一些長期患者 甚至老人家 他永遠都走不出 這個圈 就是因為你幾級樓梯 而是大家身處在一個 這麼優美的環境裡 其實我們需要的就是 很簡單的 就是一條斜路而已 沒錯 會令到他很不想出街 對 但你的街坊會怎樣看 可能譬如一幢樓裡 真的只有幾個人 有需要這個斜路而已 我都沒有需要 我為何要整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他們 其實絕對有這樣的需求 因為屋苑 超過四十年歷史 其實有很多長者 特別是 平時買菜 都可能拉著一個小車 其實都真的很不方便 其實之前也做了一些問卷調查 基本上100%的人都覺得 是需要整一個斜道 不過問題就是 那些錢怎樣管 其實一個困難 就是在於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如果要去整 將樓梯的斜道 是需要那一期的業主去夾錢 但是這個樓梯的問題 其實只是影響到部分的業主 變成很難拿一個共識 大家一起去夾錢 整這個斜道 其實曾經也有一些的奇數 是開過一些 都做過很長期的研究 開過業主大會 最後都否決了做這些斜道 我也理解 但是也是這樣說 可能三十年前 無障礙通道沒有那麼普及 到今天 香港一個這麼國際的城市 但反而我覺得 政府應該要承擔責任 令到香港 是一個我們叫做 有善 對一些弱勢社會 有善的環境去幫它 我知道除了 在你本身的大廈裏面 可能有一些無障礙通道是有需要的時候 會不會是 在沙基灣道裡面 其實有一個天橋 是否都是很困難 那些業主 即是你們的街坊上去的時候 也是的 因為那條橋 其實就是太古城道 一轉出沙基灣道 有一條行人天橋 可以過到對面的日沙基灣 即是交通保安中心 以及在兩條路中間 亦都有一個電車站 也是要過天橋才可以去的 而這條天橋有一個問題 它是零射高 因為它下面被電車和電車艦走過 老實說很少街坊 是用這條天橋 通常過去電車站 都是非法環境 絕大部份是街坊 很危險 很危險 有交通規則 要走到下一個電車站 是一個大約180米左右的距離 即是半個運動場 那麼遠 既然是一個行動不便的人 你再要他走多一個180米的距離 即是雪上加霜 令他更辛苦 沒錯 特別是老人家 我們常說老人家 為何會不遵守交通規則 他不想去紅燈位過馬路 而是距離太遠 所以他就要明顯方便 很多老人家都會說腳痛 不想省得兩步 但這樣也很困難 政府有沒有甚麼 你向他反應 其實那裡的確 如果在電梯 或是在行人天橋 建一個電梯 的確有一些客觀的困難 因為中間的電車站 那條樓梯實在太窄 那個位置 很難裝一部升降機 另外天橋的另一邊 下面有一些地下鐵設施 亦都很難去施工 所以我反建議他 不如你考慮整個扶手電梯 當然沒有升降機那麼理想 但也很方便 他們的回覆也是在研究中 是的 其實我都沒有在想 別人說住在太古城很好 我們住在可宜半島很好 一個中產的環境 但其實內裡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需要政府不停進步 可能在三十年前 大家沒有見到甚麼問題 可能今天會見到問題 我們的節目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 最後我會問一條問題 剛才沒有教過 我故意不問 就是 如果只是為了你現在的社區 因為大家都很新同感受 大家都住在一個地方 你住在可宜半島 你住在太古城 你只能夠爭取一種設施或政策 你會為你的社區爭取甚麼呢 加倍先 可宜的只有一種 你現在只能夠爭取一種 如果我只能夠爭取 我會 很多的願望中 只是選擇一個 一個 我會選擇 政府收回 我想看政府可否研究 收回我們海宜路 是 是 因為現在的問題 收回路很特別 其實太古已經做了 是 是 因為其實是交通問題 是 以前沒有那麼多車 沒有那麼多人的時候 上算可以 但其實現在 隨著發展 其實可宜路 整條路的交通規劃 是 不是太完善 譬如 有一些位置 是 很多 人車搶路的情況 有些樽頸位 樽頸位 剛剛有巴士站 然後的士又排到出來 貨車又在上下貨 但我們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這條是私家路 所以有很多的駕駛者 他們是 知道這條是私家路 你沒有 那個 執法的權 沒有執法的權 所以 有少少是你內我不好 總之我不離開車 你就不可以鎖我的車 就不像 交通景 有些執法性 你可以 總之你犯了 交通道路的規則 我便可以給你一張牛肉乾 所以 現在 交通安全 其實相對 是 差點 是 我便 經常都 很害怕 街坊過馬路時 有些甚麼事 所以 希望政府 可以收回我們這條路 他要去管理 如果他要去管理 如果他要去管理 很多時 外面的 可能一些馬路的守則 就會應付在我們這條路 是 現在是不應付的 現在是私家路有另一套 總之司機不離開車 你便不可以鎖他 但我們也有前居可鑑 原來這方法都可行 是 我見太古城 為甚麼有這個願望 就是因為太古城做了 實現了 而且 令到交通暢通了 起碼我自己去太古城的時候 就不見有很多 遺憾 就是 很少這些情況出現 是 因為他 我們車行的時候 很多條路 或是 可以雙黃線 或是 他可以管理 是 我覺得 居住 生活的質素一部分 就是 安全 是 我覺得這個 是最重要 是 人生安全是很重要 是 好 浩景呢? 太古城 只是 一個願望 是 絕對是沒有障礙通道 沒有障礙通道 是 因為你太心同感受 太心同感受 每天我都走過幾級樓梯 是 去想起 一些有需要的人 是 平時可能 做街站的時候 真的 在不同的地方 都見到 就因為這些樓梯 就造成很多的障礙 對不少的特別長者 無障礙通道 我覺得是 容易實現 但在私人屋院 我覺得是困難 是 所以你要努力 好的 好的 我們今日的節目 差不多了